花蓮新政府1号上午举行的升旗典礼 由现场徐正卫主持 表扬了两位业务达人 三组圆梦团队 还有两组治安标杆社区 现场徐正卫 他期许同仁们在健全的基础上 要发挥公务的最大效率及效能 让国内外观光客感受到花蓮的幸福 也让花蓮成为全国的学习标杆 疫情巨黄 花蓮迎接展新的下半年 花蓮新政府1号上午举行 7月份升旗典礼 由现场徐正卫亲自主持 许三维肯定 幸福团队竟然在全国各项指标评比 名列前茅 AI科技教育 城市语言教育 自三年级开始 已经推动101所小学 更在防疫期间超前部署 代表全国远距教育学的示范 为花蓮智慧教育立下里程碑 有很多的局处 非常的认真 尤其是我们的执行率 都达成率很高 但是下半年 我们要继续 更有很多的活动 以及很多的工作任务 以使命要做 世界的疫情还在延烧 但是台湾 由于中央地方合作 管控得宜 但是我们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尤其是自我的自主健康管理 以及我们大力宣导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未来 这个我们新冠状肺炎 如何的突变 如何的这个因应 我相信 唯有现在对于我们自主健康管理 以及我们现在提高我们自己的免疫能力 还有加强我们自己的身体保健 这就最重要 尤其是花莲是一个有机 以及花莲是一个绿色的城市 我们直批的覆盖率在82点多 几乎83% 如何迈向花莲成为有机首都 而且成为我们绿色指标第一个城市 我相信这是长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 所以在这里要谢谢环保局 非常的努力认真 无论是在我们现在各局处 开始要办活动的同时 我们坚持禁止 而且不得使用一次性的商品 另外对于我们很多的环保的团体志工们 我们要谢谢他们 因为对于我们整个环境的清洁工作 无论是观光的观光客进来 我们要如何守护住花莲的观光环境 以及我们的经济发展 要同时共存共荣共好 这都是全国以及世界的问题 但是花莲县我们已经走在前头 我们已经超前附属 所以在这里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各局处 以及环保局的带领 当然要谢谢我们这个三十二万六千的乡亲 不断的这个守护我们的大帝 早点一当中 县长曲中也表扬县福业务达人 花莲县文化局科长吴信成 教育处教网中心执行长简红人 云梦团队包括花莲县卫生局集管科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 旅一坦商圈发展协会环保志工队 县长也表扬自然标杆社区 包括花莲县市民运社区 以及秀林乡三战社区 另外花莲县政府各局处 集额三十一日捐 捐款拼币为花莲县地方税务局 花莲县文化局 以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 政府最多 记得节奏观察不到